请国家监管特斯拉的后台数据 请点赞订阅 谢谢 2021年2月2日10点39分13秒 特斯拉 汽车 刹车 2020年 特斯拉在国内发生了多起失诉或失控的新闻或投诉 在这些案例中 特斯拉有的撞车 有的撞墙 有的撞楼 有的撞墙 对这些案例 特斯拉的官方回复都是 车辆没问题 事故原因在于驾驶员操作不当 或者路面结冰等等 总之不是车辆的问题 统计来看 根据特斯拉回应 造成事故的原因包括 路面结冰 井盖 车主操作不当 路面下坡 女性刹车力量弱 国家电网瞬间电流太大等等 目前 还没有国家权威部门给出客观的调查结果 来说明到底是特斯拉甩锅还是车主诬陷 但类似的事故案例已经发生了这么多 已经暴露了很多疑点 也到了该召回的程度了 2021年1月7号 北京一位特斯拉车主撞车的案例很有代表性 这位车主 这位车主花80多万元买了一辆Model X参数图片 刚买一个月就连撞两车 车主称 当时车辆报警提示与前车距离太近 连续三次急刹车后 车辆加速撞上前车 X事故发生后 特斯拉的第一次回复是这样的 当时车速20.5码 第一次刹车距离前车19.62米 应急踩刹车引发防暴死系统 女性踩刹车力量弱 惯性前冲让人觉得车在加速 制动距离不够导致车祸 陈女士质疑 20码的车速19米内无法有效刹车 可能是刹车失灵 但是客服称刹车没问题 可通过诉讼 调阅后台数据 但2月1日 对于这个案例 特斯拉官方又有新的回复 是路面结冰制动距离不足导致追尾事故 在特斯拉回复车主的录音中 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我们数据里没有一点加速 就是你真的不认可我跟你说的 你就把我们给告了 带着你的律师去找特斯拉的律师 去起诉我们是可以的 脑补一下此时车主的心情棒 花80多万元买的车 得到这样冷冰冰傲慢的答复 是个什么心情 但是 这番对话里还有一个关键词 后台数据 在每次类似事故发生后 特斯拉的回复都会包含这样的意思 后台数据显示 车辆没有问题 特斯拉是智能电动汽车 有ADIS系统 按照程序 即使监管部门调查事故原因 也要查阅特斯拉的后台数据 因为后台数据没问题 所以特斯拉不怕车主告 这就是特斯拉理直气壮的逻辑 问题就出在这个后台数据上 后台数据到底有没有问题 后台数据是不是说了实话 再追问一下 特斯拉的后台数据有没有被监管 特斯拉有没有可能在事故发生后 迅速修改后台数据 这是个问题 毕竟有这样的疑点在前 2020年 北京有一起特斯拉交通事故 据新闻报道 特斯拉拒绝把后台原始数据交给交警部门 至于特斯拉为什么不交出数据 我们不得而知 还有一次 一位特斯拉车主在一次失控事故后表示 特斯拉删除了自己的行车记录仪信息 另一位杭州特斯拉车主也投诉 事故发生后 后台数据被删 这都显得疑点重重 如果后台数据没问题 特斯拉有必要迅速删除后台数据吗 有必要向交警保密后台数据吗 问题在于 特斯拉掌握着自己的后台数据 车主和交管部门都没有能力或全力 实时监测特斯拉的后台数据 那么有没有可能 特斯拉会在事故后迅速改数据 这是破案的关键所在 当然 这只是一个假设 在目前的资料下 很难客观断定 到底是特斯拉甩锅 还是车主诬陷特斯拉 我建议 监管部门将特斯拉的后台数据监管起来 把后台数据共享给国家监管平台 监管平台可以实时监测 每一辆特斯拉的行驶状况 在发生事故时 特斯拉的后台和国家监管部门的后台 可以同时查看事故 发生时的真实情况 进行比对 这样可以防止特斯拉作弊 也可以防止车主诬陷特斯拉 还可以方便交管部门破案 找到事故真实原因 加以预防 在那种情况下 车主诬陷特斯拉 还是特斯拉甩锅 就一目了然了 目前 对于电动汽车 国家都有后台大数据管理 可以实时监测 每辆电动汽车的电池安全状况 建议国家监管部门 也把特斯拉的后台数据 纳入监管平台 总之 面对特斯拉越来越多的失速新闻和投诉 国家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是重要原因 也是严重的监管失职 我们期待第三方监管部门介入调查 更期待监管部门把特斯拉的后台数据监管起来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道路 也是特斯拉自证清白的最好办法 我还是那个老观点 特斯拉的产品力有很多看点 值得点赞 但他也应该接受监管 为车主负责 请不吝点赞